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 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么多铅笔 我应该画哪儿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铅笔 画哪儿的时候再用什么样的铅笔 有多少同学的话是一根铅笔直接画到位的 来 在评论区间 肯定好多同学的话都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的话咱就讲一下 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你不管画什么 画到什么的时候应该用什么铅笔 这堂课的话肯定你听完你就都会了 一定得掌握好最本质的问题 画黑的地方再用软铅笔 画整个淡的灰的亮面的地方再用铅笔 来这堂课讲完了 来咱开始去讲课 首先的话咱这么多笔 你得首先知道它的一个分类 分类的话大概同学的话应该都知道 你可以把这儿的话快进一下 但是在这儿的话为那些不懂的同学 咱再讲一下 其实也就是你笔上的话 你看看见带一次的它是硬的 带B的它是软的 能看到的话像这块的话 你看2HHB这块的话有6B 6B的话咱往这儿放 你看HB2B4B 然后这块6B 所以的话你看这块是硬的 硬的无非画上是什么样子 它你看同样的力度它要弹 你看9B的话同样的力度 它画出来的话给人感觉要深很多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最简单的 所以画画的时候的话 你脑子里边一定得记住 所以的话咱运用到画里边 看一下应该怎么样去画 一般画几何形体的时候 刚开始的话大家都会接触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正方体 正方体的话一般我打鞋的时候 我会用到的是什么样子呢 2B就行不用用其他的 HB的话有时候有点太过于硬 你太过于软的话 你拿上软的笔很容易出现的是什么样子 控制不好笔的一个力度 画的画的就给人感觉越画越黑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打鞋你可以用这个2B的铅笔 但是打鞋的时候的话 也并不是说你就是打完鞋的话 然后就不管了打完鞋的话非常重要的点 你得把鞋暗交接线 你得给它画出来 而且画的时候的话还有什么线的回引线 你看把鞋打好这一步的话 你2B铅笔就可以先放下 然后画的时候的话就拿上6B 画到这块的话 我为什么说不用太过于硬的2B去画 因为这块的话大家一定得了解 比如我拿上2H吧 把这一块的话我能画黑吗 也能画的特别黑 当你用2H画的黑下去的时候 你再试着拿6B的或者8B的去画 你会感觉好像在玻璃上画一样 怎么画的话都有点滑 就是上不去 就是硬铅笔画上之后 软铅笔上的时候 给人感觉上不去颜色 这是需要注意的点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一定得画这一块用暗的 就是6B铅笔的话 然后去给它画暗面 就是先把它整体的话 这些地方都画到 把该暗的地方的话 给它按下去 一直能给它往深里边去走 而且画的时候不要光画它 你还得把背景该画的地方 也去画一下 但是有时候刻画到一些边缘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笔画一会儿 然后就磨得太尖了 你这儿的话可以慢慢的用成4B 用4B的话画暗部的一些细节 或者卡这些边缘线的位置 然后画到整个亮面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笔的话是什么样子 这块的话刚开始初学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得给它硬一点 直接的话用2H 然后去画这个灰面 画灰面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 你也得轻点卡到边缘 给它向后的一个过渡关系 因为这样的话 有时候同学好多的话用6B 在这儿一画 然后就一步就种下去了 种下去的时候 而且你还找不见它的一边画 但是刚开始的话 你用2H去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给它画半天的话 它也按不下去 我给它多画几遍 反而层次的话过渡的会很好 画出来的话 给人感觉画了最起码 三遍到五遍 这块的话会发现 整个画面的话会特别吸引 然后亮面的话 有些地方的话 可以稍微给它画一点调子 但是不用太多 比如画到桌面这块空白 咱得跟正方体的话分开的 所以画到这儿的话 你还可以用回什么呢 2B铅笔 然后再去画整个桌面的一些调子 所以的话再去刻画一些地方的话 比如画到一些灰面 然后这块的话 还可以用回2B 把一些小的细节关系和灰面关系 然后再去画 这儿的话就是调整一些小的 最后作为一个统一画面 所需要用到的东西 但是这一块的话 大家能看到的 这是说画的一个正方体 因为有时候画到一些 比较特别深的镜物和罐子 还有画到人物的时候 又应该怎么用去用笔呢 这儿的话就说到重点 就是画画这一块的话 你一定得了解铅笔的一个特性 到底是什么 咱画的时候的话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这 你拿硬的 有时候能画按吧 能画按 但是到最后想要再按 按不下去了 所以的话也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软铅笔去画 但是软铅笔不好的特性 是啥样子 它刻画细节不够 有时候细节好多地方画的时候 它肯定画不出来 而且过度关系的话 有时候你掌控的时候不好掌控 拿太软的铅笔 太黑的铅笔 你去画一些亮面 一遍就画黑了 那它的层次关系也不够 所以这样的话 你了解这些特性画的时候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画 来咱看一下 比如画一个深颜色的棍子 这一块的话 咱就可以用打形的时候 就直接深一点 或者你熟练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 比较深的铅笔 但是你要不熟练的话 你还是用回二笔 就是这打形的话 你不要想到 我必须用什么铅笔 想到的是 我不能给它用太硬的 不能给它用太软的 太软的笔 怕自己把控不住 画的太黑 太硬的笔的话 打形的时候 然后画出来之后 你肯定后期上色 的话会受一定的影响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比如这块 用二笔 四笔 六笔 都可以 然后整个罐子的话 它是画的比较黑颜色的 一个罐子 看我又应该怎么样去 把控 它整个黑色 这块的话 最多的用的 就是更软的铅笔 铅笔的话 也就是画的时候的话 你还打好弦 找好米岸交接线 找好投影 然后你就用最软的 你可以六笔 八笔 十笔 十二笔 都可以上去 因为它是一个 黑颜色的罐子 用你最软的铅笔 可以去画 所以画到黑颜色的罐子 刚开始的话 我可以用四笔 或者六笔 去打形 然后画到中间的话 然后你可以用到 八笔 或十笔 然后去画它的暗 然后最硬的笔的话 就是越画到 灰面的时候 你可以用四笔 二笔 去画灰 然后画到整个亮面的话 也就是用到一个二笔 这块的话 用不上太硬的一个铅笔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整个就是这 用暗的画 深颜色的 我肯定用的比整体都会比较软 而用到一些画到比较亮颜色 比如画到玻璃杯的时候 质感关系比较强的 我肯定用的铅笔都相对比较硬 用的暗色的 软的铅笔相对会比较少 画到人物的话 画到脸部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 头发这一块相对是比较深的 我得把头发这一块去画的时候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铅笔也是 就像画黑罐子一样 然后画到脸部的时候 就类似于画到几何形体一样 你用笔方式的话是这样子 所以这块的话 头发类比像黑颜色的罐子 像亮面的话 类似于几何形体 因为它相对的话比较细致 所以画的时候的话 也就这么简单 没必要说大家非得记住 非得是什么样子 画到哪儿必须是什么铅笔 每个人的话 有时候有每个人运用的一个方法 但是的话 了解大的 了解软铅笔它不好的点 了解硬铅笔它好用的点和不好的点 你就知道画画其实变得如此简单 所以画画没你想的那么难 在画画方面遇到什么不懂的话 随时可以私信我 今天咱讲到的是初学绘画100万 下一位到底是什么 这条视频要点赞破千 我得把我增藏好久还没讲的内容 给你们讲讲